在那裡 好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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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麥克風 這裡國進 嗨嗨 嗨 是 通常會叫你塵埃教主 可是到PKBUS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你也是 數位小天后 好 謝謝 謝謝 因為PKBUS這個平台當中 真的 你的歌曲 你的專輯在數位的表現 非常好 要很謝謝大家都在聽我的歌 而且我有趁機呢 就是跟大家一起聽 通常PKBUS一起聽的人 也會 也會順便衝一下那個 那個榜子這樣子 對 今天是表演嘉賓 帶著你全新的專輯 是 其實也算是 我覺得那裡有趟回娘家 你記不記得PKBUS在你新人的時期 對 有把新人的講座 在那一年是頒給你的 是 那時候PKBUS給我很大的肯定 然後我也好久沒有回到PKBUS的舞台 所以剛剛其實 睽違依久有點小緊張 然後不小心就是有一個彈 然後卡在我的後頭 對 就在我演唱新牆的時候 就卡了一下彈 就還好後來就是 我在邀請就是彈下的那個 朋友們跟我一起唱的時候 順勢的就親了一下彈 所以後來就還好 狀況比較穩定了 對 就像回到自己家裡面唱歌嘛 對 在這個數位的平台當中 你會邀請大家一起聽 你的專輯單曲 也有非常好的成績喔 那接下來的話呢 你說勸離不勸何 但是要勸大家來聽歌吧 一定要 對 因為我相信很多朋友們 不管你在生活當中 或是感情當中 一定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你可能一時之間 不曉得該怎麼解決 那就來聽我的歌吧 真的分手看看嗎 可以看看 試著分手 但是結果怎麼樣 你還是得自己決定 這是一個人生大智慧 所以你的歌曲其實也有些 開示的一種道理 那有一點開示 就是 大家可以在歌詞當中 去尋找一下 當初會想要走這樣的路線 是不是覺得 就跟現在的情歌市場 其實不太一樣 有些人是很痛的 有些人是很甜蜜的 但你的這個感情觀 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我覺得感情狀態 雖然有痛 有甜蜜 但是 當你遇到問題的時候 這件事情還是得解決 然後我們只是給予了 另外一個方向 一個 跟現在情歌有點不太相像的一個故事 所以讓大家可以多一點選擇 然後也許 跟對方分開 也不算是一個不好的一個結果 也可以試試看 歌曲告訴大家分手看看 但是聽說 宣傳起之後 你真的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 去不同 沒有去過的一些國家去看看 對 我想要去像遊學或是留學這類的 就是自己可以規劃我自己的時間 因為一直都在宣傳完專輯之後 就開始籌備新專輯 所以其實根本沒有 多餘的時間可以去想這些事情 但我也是 現在希望可以放慢腳步 但事實上可以怎麼做 我還不曉得 會不會遊學遊遊 就遊出一朵花來了 我當然也希望可以遊出一朵 對 就是遊學看看 兩三朵也可以 對 很豐富喔 很豐富喔 看看你選擇什麼樣的城市 選擇什麼樣的地方 交交朋友 多認識一些新的朋友 對人生的力量會更豐富的喔 所以今天要謝謝 包括在你的 像左手編譯 有來自於香港 新馬地區的媒體朋友們 也特別來支持你 還有現場所有台灣的媒體朋友們 也來支持KKBOX 支持今天的表演 謝謝你喔 謝謝大家辛苦了謝謝 謝謝